請教外交部政務次長 柯政務次長 請石次長 石次長 石政次啊 柯政次沒有來 柯政次早上有來 因為令我藥工所以他們換了一下 謝謝 這一次啊 這個台灣跟日本所簽的這個一頁的協議啊 是 真正的簽署人是誰啊 是由我們亞協的廖會長 跟日方這個交協的大橋會長 白手套對白手套 對 由我們雙方的這個機關來處理 那真正祖壇的是誰跟誰 祖壇由我們 我們住東京的 同仁來做祖壇 祖壇不是一夜署沙署長嗎 沙署長他有參加這個所有的會議 那不是祖壇嗎 他也是祖壇官員之一 祖壇好幾人 祖壇不是又一個嗎 帶隊的是誰 不是我們還有團長 帶隊還有團長 團長是誰 團長就是我們住東京的同仁 你們住東京的祖壇是團長 對他處於團長 然後最後簽署文件的 誰一文件的是 雅協 雅協跟交協 雅協跟 交協 交協 交流協會 這一次喔 因為是盡量去避免涉及到主權嘛 是不是 因為我們是秉持著主權在我 我們基本上是擱置爭議 也就是大家在重疊的 這個專屬經濟海域 我們來作為商堂的這個標的 來維持並建立漁業作業的秩序 所以在這個規避 主權爭議的特殊處理之下 現在 我們雖然說這個 17年的努力 有的 有的 一小步還是一大步 你認得是一大步還是一小步的進展 我想在我們 各自爭議 或是漁業協議 應該是一個大步 你認得是大步 是一個大步 沒關係啦 大步跟小步我們看後續的相對性 然後基本上就是說 有學者專家 例如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這個胡念祖 很有名的 這個教授 他就提出了五個質疑 他認為說台日漁業協議 如果我們認為是 自我滿足的話 可能會 難免有後患啦 好 他提到第一點啊 就是這一次啊 好 用的文字 所謂這個免責條款的 一個顯示呢 是用了 具全線的主管機關 來做表達啦 那這樣的話 等於說 具全線的主管機關 反而放棄了 這個宜業協議 本來雙方主體 台灣跟日本 而形成一個降格表述的一個結果 你對這一點也沒有評論啊 當然有 回應 你說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是反映台日之間 現在的現實問題 也就是交協跟雅協 所以必須要在這個架構之下 來簽署協議 所以並沒有降格的味道 這個是以現實的考量 來做一個安排 務實的安排 並沒有降格 這是你的回應啊 這是我們一向的立場 好 那麼接下來實質上 因為 我們達成的這個協議啊 的範圍 是 好 這個 涵蓋的別尾二十七度 縣以南 東京一百二十六度 二十分以西 別尾二十四度 五十分 好 這個 之間啊 那這樣的話 跟我們 以這個 吊一台 類語 作為基礎所主張的專屬經濟海域啊 好 東可達 琉球 琴島 北可達 春曉 油氣田啊 這個大範圍 大範圍 的專屬經濟海域的主張 今天談的結果只是其中的 好 剛才提到的那一部分啊 是 這樣這個面積啊 差多 大 是幾分之幾 不是面積差多大的問題 換位啊當然 對 現在是我們 過這一次的漁業談判 這個 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我們啊 以我們自己 領海 作為基線所劃分的 暫定執法線 跟日本過去它主張的 它的專屬經濟區的中間線 這次我們都不談中 這個這個啊 這兩個線 而是尋求這個怎麼樣在重疊的區域裡頭 來劃分漁業秩序 所以這叫我們的原來主張的區域 有擴大 這擴大 我想我們在新聞稿裡 講得很清楚 這擴大的海域 將近四千五百平方公里 一千四百平方海里 所以這個區域是 而且擴大的區域 是我們漁業 這個 現在可以說捕魚最需要的區域 所以為什麼我說是一大步 一大步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好 但是 這個 胡教授他又提到說 其實這一次台日漁業協議 所訂出來的 這個 這個範圍 其實是 1997年11月 2000年6月 所生效的 中國跟日本 中日漁業協定的 一個 南部界線 那換言之 整個東海的漁業作業潛意 跟秩序 是由中國跟日本雙方所界定 我想在我們這次沒有談的部分 嗯 然後他會繼續 他會繼續嘛 是 是 那 也是過去怎麼护魚 現在怎麼护魚 嗯 現在屬於我們的 我們一點都沒有退讓 表面的說法是這樣的 但是實質做法 實質做法 也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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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在發生衝突的時候 在這一個沒有談好的 是 未確定的這一個領域裡面 發生衝突的時候 是 好 那我們就在未來 我們設立的 台日漁業委員會 來解決這些有關爭議 不要說我們的遺傳又被擴啦 移民又被抓啦 對啊 這些我們就是雙方的協議 就是未來我們在漁業委員會來做 所以這是我們所建立 這是最重要的 一個成果 就建立這個制度上 好那我進一步有限的時間請教你 那中國 對我們台灣跟日本的漁業協議啊 他說很關注 那現在他有任何回應沒有 目前在我們所掌握的資訊 我們基本上是不包括這一部分 那未來也就是說 因為剛才您提到 日中之間他們有他們的漁業協定 所以這一部分 這個水域 他們的漁業協定水域 歸他們去談 歸他們去談 這也是東海和平倡議 這個三組雙邊 我想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就是我們希望 在這個 和平的架構下 來處理未來的問題 我說中國啦 對 也是一樣 那你預期中國會有什麼回應 中國回應 去捐了錢 去捐了款 讓他們日本人民 對台灣 很包圍 因為這次所簽的漁業協定 完全是在 一點錢 反而上市的主錢 我想不會 保障老師 樂觀移民 樂觀移民的需要 能夠有所保障 謝謝 謝謝 謝謝